非常感謝主委書的安排 小弟今天在這邊跟我們共同來學習主的道理 那麼我們雖然沒有到教會來聚會 因為為了我們遵守政府的規定 我們不能夠群聚在一起 所以就用這個直播的方式 讓我們就都在家裡看我們的直播 或許我們現在都有在線上參加我們的聚會 雖然我們沒有來到教會大家一起 但是主委書的話語他就告訴我們 如果我們都有幾個人 兩三個人在一起 那麼有奉主委書的聖明來聚會的話 主委書他也必清零在其中 就是記載在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節跟二十節的地方 馬太福音十八章的十九節跟二十節的地方 所以說天上的父必會成全他們 因為無論在哪裡有兩三個人 我們放主委書的名來聚會 那就 那裡就有主委書的存在在中間 那麼我們所得到的福氣都是一樣的 主委書也必定賞賞賞我們同樣的福氣 雖然我們沒有來到教會 但是我們都有參與這個聚會 所以說我們同樣能夠蒙神的祝福 那麼我們今天小弟就藉著這短短的時間 我們來查考四世紀當中 所記載的母親 四世紀中的母親 那麼雖然四世紀當中 有記載很多的女性的 這個角色 包括也有好幾位母親 都有出列在那邊 所以晚上我們就來看兩位 一位是有遵守神命令的母親 那就是我們很熟悉的 參孫的母親 她是一個很特別的一位女性 那麼當初呢 聖經記載說 這個參孫的母親 她是沒辦法來懷孕生孩子 那麼神就天使來找到她 告訴她 說你要來懷孕 可以生個孩子 那麼我們現在來參考 這個四世紀的十三章 我們看四世紀的十三章 四世紀十三章 第二節開始 第二節 那時有一位索拉人 是屬彈族的名叫 瑪拉雅 她的妻子不懷孕 不生育 第三節 有法的使者 向那婦人來顯現 對她說 向來你不懷孕 不生育 如今呢 你必懷孕生一個兒子 第四節 所以你當謹慎 清酒 龍酒 不可喝 一切不解之物 也不可吃 第五節 你必懷孕生一個兒子 不可用刀 剃頭刀 剃他的頭 因為這孩子一吃胎 就歸神這拿西爾人 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 脫離輝利士人的手 看到這邊 這裡我們看見說 有一個屬彈族的人 名叫瑪拉雅 他的妻子不懷孕 那麼呢 也法的使者 向那婦人顯現 對她說 你向來不懷孕 不生育 如今呢 你必懷孕生一個兒子 在當時 當時的這個 團統的 以色列社會團統當中 如果一個女人 她不能夠生育 表示她 她是被神厭屈的哦 被神所遺棄的哦 會受到別人的 很多人的這個績效 好像被羞辱這樣子 那麼聖經上記載這個 撒摩爾的母親 哈娜 就是這樣子 哈娜她本來也是 不能生育 所以呢 她就 常常呢 她的先生 以利加拿 就有兩個妻子 哈娜是其中一位 這個 人家另外一位呢 叫比妮娜 她就有孩子啊 哈娜就沒辦法生育 沒有孩子 所以她每到呢 就被她的 另外一個妻子呢 來 激笑她 來羞辱她 所以她就很痛苦啊 很悲傷的 來到神的面前啊 來祈求啊 所以這是我們知道的 所以說 這時候 這時候這個 參孫的母親 她也不能生育啊 那麼 天使呢 神的使者就向她說 啊 向來也不能懷疑 那麼今天呢 你必懷孕生一個兒子 但是呢 有幾樣事情呢 你必要做好 第四節這邊所說的 所以你當謹慎 清酒、農酒都不可喝 一切不絕之物 也不可吃啊 所以你必須要遵守這個 神所恢复的 你就必須 要來守這個事情 所以 那麼 結果 參孫的母親呢 就相當的 來聽從這個天使的話語 所以她也就 很注重 第一個我們談到說 她相當的注重 她的身教 所以她知道 神這樣來交代她 她就 從那個時候開始 她就 謹慎 清酒、農酒都不可喝 因為呢 這個孩子一出胎呢 就必須歸神 做拿稀友人 拿稀友人 在 聖經裡頭的記載 她也是一個 敬拜神的人 她是 神有規定 拿稀友人 這個工作 我們看 這個生命紀的第六章 民宿紀 民宿紀第六章 民宿紀第六章的第一節 民宿紀第六章的第一節 耶穀法 對摩西說 你饒慾 以受了人說 無論男女 許了特別的怨 就是拿稀友人的怨 這裡小日樂說 拿稀友就是 龜族的意思 要離屬 歸耶穀法 拿稀友人 就是要離開 世上這個 離屬 要歸耶穀法 第三節 她說 她就要原理 清酒 濃酒 也不可喝 什麼清酒 濃酒 所做的醋 不可喝 什麼葡萄汁 也不可吃 鮮葡萄 和葡萄乾 第四節 在一切離屬的日子 凡葡萄樹上 所結的 自和自皮 所做的物 都不可吃 好 第五節 在她一切 許願離屬的日子 不可用剃頭刀剃頭 要由法流長長長了 她要聖節 直到離屬歸耶穀法的日子晚了 這裏說 假使在做拿西偶人 就是要遵守這些 神的所吩咐的這些 她要離屬歸神 並且 不可用剃頭刀來剃頭 要讓她的法流來長長了 要聖節 這是離屬歸耶穀法的日子晚了 這直到說 到離屬歸耶穀法的日子晚了以後 所以當 神有告訴這個 殘孫的母親 這個小孩子 出生的是要做拿西偶人 所以你必須呢 就要遵守這些 這些條件啦 那麼這個開始呢 這個殘孫的母親呢 就這樣來遵守這些 比方說她這個是用身教 來教導懷胎中的孩子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也常常在講說 這個媽媽有懷孕啦 那麼就在懷孕當中 先用身教 放個很好聽 時常就放這個 美妙的音樂啦 就讓這個小朋友呢 這個懷孕當中的這個小朋友呢 跟她一樣 來享受這個美好的旋律這樣子 所以說 就不能生氣啊 媽媽懷孕的時候就不能生氣 要讓這個 寶寶呢 以後出生呢 也沒有什麼 沒有那個 暴躁的脾氣啊 就是這樣 很多人就知道說 怎麼用現在呢 就是說 一定要用身教的來教導這個孩子 所以她這個 這個 殘孫的母親啊 就這樣照做 並且呢 她也馬上呢 第二點呢 我們說她很順從 她的這個 這個 先生 她很順從她的先生 敬重 殺到先生 那神 因為使者沒有告訴先生啊 就告訴 這位殘孫的母親而已 那麼她呢 接到這個消息 她就馬上 馬上來跟她的 先生說啊 哇 我在哪裡呢 有聽到呢 那個使者的話 她就 要說 讓我來懷孕生一個小孩這樣子 那她這個先生聽到呢 也 很高興啊 第八節這邊就說 馬拉雅就祈求耶和法 耶和法說啊 主啊 求妳再猜拳那個人 那個神人到我們這裡來 好主教我們怎樣來帶 這將要出生的孩子 這個就是我們看到 這個參孫的這個未來的 參孫的這個爸爸 就是這樣來要求神的 當她的 參孫的母親 告訴她 她要發言生孩子以後 這個母親呢 參孫的母親 馬上來告訴她這個先生 她很尊重她這個先生 有這個事情將發生在我們身上 所以這個先生呢 也是看來 從這邊看來 我們也知道說 她還是很敬畏神喔 她就馬上說 既然這個事情要這樣子 那麼我們就 再向神禱告 但是 這邊就記載說 她在祈求神 說主啊 妳再猜拳那個人 神人到我們這邊來 好主教我們怎樣 將來的 怎樣 要來帶這個孩子這樣子 這樣子 所以 這個 神就 應許 祂的祈求啊 所以 第十節她說 她又 這個 這個 使者呢 又降臨了 又降臨在 以 對婦人說啊 第十節說 她 第九節 神應許 應允 馬拉雅的話 婦人正坐在田間的時候 神的死者 又到她那裡 她丈夫呢 馬拉雅 卻沒有同她在一起 第十節 婦人急忙跑去告訴她丈夫 那日到我面前來的人 又向我顯現啦 你看 馬拉雅這個動作呢 就馬上去告訴她的丈夫 第十節 馬拉雅起來 跟隨她的妻子 來到那人面前 就對她說 以這婦人說話的就是你嗎 她說 是的 是我 十二節 馬拉雅說 願你的話應願 我們當怎樣帶著孩子 她後來當怎樣呢 耶穆法的死者對馬拉雅說 我告訴婦人的一切事 她都當謹慎 還是同樣的話 我告訴婦人的是 她都當謹慎 所以呢 在 這樣子我們就知道說 他們就 看這種情況 這個 他們夫妻兩個人啊 還是 相當敬為神 雖然是自己當時的這個 信仰背景 他們已經啊 所有的以色列民 在這個 迦蘭地呢 都已經 隨時 都是 很 沒有 造神的話語 再遵守神的道理 因為 迦蘭地 是一個 拜偶像的地方 所以 很多 這個以色列民 已經啊 沒有 在 遵守 神的道理 尤其是這個時候 很多人 都 很多人當中 沒有在立這個 沒有在 興起這個 這個王啊 來統治 帶領 神這些賢民 所以 已經很多人啊 都相當的 別逆啊 對神的道理 已經相當的 別逆了 但是 在這裡 我們看到這一對夫妻呢 他 還是說 還是他們 在這邊 看來 他們還是 相當的 遵守神的 這些典章律律 因為 他 看這 我們照這個情況看來 他們都還是 遵守 神的 這些話語 遵守神的 這些典章律律 一直在做 所以 我們知道說 他們 還是同樣的 來敬畏神 那 這個 當中 我們看出 這個 太太呢 這個 這個 參孫的母親呢 他是相當尊重 他的丈夫 這在聖經的道理來講 這是 神的 神的 要我們來 遵守的 夫妻當中的生活 聖經裡頭 這個 我們都知道說 這個 保羅 也在 面對 當時的 這些做妻子的 說 你們應該 做妻子的 當順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 順服主 這是 記載 遵守書的第五章 二十二節到二十四節的地方 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 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一樣 他又是教會的前提的舊主 教會怎樣勝負基督 妻子 也要怎樣勝負丈夫 所以 當侯母的家庭生活當中 是來自於 遵守神的 典葬律律 並且 在這個 彼得前師那邊 又有提到說 我們來看這個 彼得前師的第三章 彼得前師的第三章 第一節 這邊也有提到說 彼得前師的第三章第一節 你們做妻子的 要順服自己的丈夫 這樣呢 若有不信從道理的丈夫 他們也雖然不聽到 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 被感化過來 這裡 彼得也這樣提到說 做妻子的 應當順服自己的丈夫 再來第七節 也教導說 你們做丈夫的 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 因為 因她 比你軟弱 以你 一同承受 聖命之恩的 所以 要敬重她 這樣便教你們的禱告 沒有阻礙 我們這邊看到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說 做丈夫的要順服自己的丈夫 第二個 教導丈夫的 要敬重 要敬重 你的妻子 那麼這樣會發生什麼事 這樣便教你們的禱告沒有阻礙 所以當我們這個夫妻的生活當中 夫妻的彼此尊重當中 在這個同下 這個當下 這樣的當下 主耶穌會叫說 你們的禱告沒有阻礙 這是對我們 多麼的幸福的一件事 所以說 敬重丈夫 這個做妻子的 參孫的這個母親 她做得很徹底 那麼第三點 第三點 我們談到說 這一位參孫的母親 她很明白真理 參孫的父親想接待神的使者 因此 亦被一支三娘膏 神就對 神的使者就對馬拉雅說 我不吃你的食物 你若一被還祭 就當獻禮神 所以 她就將一支三娘膏 和樹祭在磐石上來獻禮神 使者行奇妙的事 參孫的父母親觀看 當時他們在獻祭的時候 就見火焰從壇上往上升 那麼這個時候 神的使者在壇上火中 也顯現 所以 我們看 繼續看十五節 十五節 馬拉雅對耶穫法的使者說 求你容我們 款留你 好 餵你一倍一支三娘膏 耶穫法的使者對馬拉雅說 你雖然管留我 我卻不吃你的食物 你若一被還祭 就當獻祢 耶穫法 原來馬拉雅不知道 他是耶穫法的使者 十七節 馬拉雅對耶穫法的使者說 請將你的名字告訴我 到你化應驗的時候 我們好尊敬你 十八節 耶穫法的使者對他說 你何必問我的名呢 我的名是奇妙 十九節 馬拉雅將一隻山羊膏和樹具 在磐石上陷你耶穫法 使者行奇妙的事 馬拉雅和他的妻子來觀看 二十節 見火焰從壇上往上升 耶穫法的使者在壇上的火焰中 也升上去了 馬拉雅和他的妻子看見 就伏伏於地 那麼二十一節 耶穫法的使者 不再向馬拉雅和他的妻子顯現 馬拉雅才知道 他是耶穫法的使者 第二十二節 馬拉雅對他的妻子說 我們必要死啊 因為看見了神啊 第二十三節 他的妻子就對他說 耶穫法若要殺我們 必不從我們手裡收納 凡計和樹計 並不將這一切的事來指示我們 今日也不將這些話來告訴我們 所以說 在這裡呢 我們看到 有二十三節 我們就知道說 哇這個妻子很明白神的真理 因為就是像他所說的 神不會來殺我們 既然他收納了我們所獻的祭 我們所獻的祭 他就是讓我們知道說 他是神啊 所以我們並不會 遭受神的殺害的意思 所以在這裡我們看到說 殘聖的母親對神的認識 領悟 對神的領悟 很深刻啊 他很清楚 就把這些話告訴他的丈夫啊 所以我們知道說 他真的是很明白這些真理 那麼所以說我們知道 在教會當中 我們假使說 所有的姐妹呢 都能夠明白這神的真理呢 那麼就可稱為 在於真言那邊三十一章的才得的婦人啊 所以說 在所神的真理 就很重要 明白神的真理 就很重要 那麼以上所說的就是說 遵守神命令的母親 就是殘孫的母親啊 那麼我們再來提一位 不遵守神命令的 另外一個母親啊 我們來看 這個 世世紀的十七章 世世紀的十七章 這裡有一位母親 我們來了解一下 就在讓我們當中 能夠說 所神的道理 跟不跟所神的道理 這個結果就差那麼多 好 世世紀十七章的第一節 我們看到 第六節 于法蓮三帝 有一個人名叫米家 第二節 他對母親說 你那一千一百色刻印子 被人拿去 你殷除咒詛 並且告訴了我 看啊 這殷子在我這裡 是我哪去了 他母親說 願耶穆法束縛於你 第三節 米家就把這一千一百色刻的銀子 還他母親 他母親說 我分吃這銀子來 為你獻祭耶穆法 好雕刻一個像 鑄成一個像 現在我還是交給你 第四節 米家將銀子還他母親 他母親 將兩百色刻的銀子交給銀匠 雕刻一個偶像 鑄成一個像 安置在米家的屋內 第五節 這米家有了神堂 又製造以弗朵和家中的神像 分派他一個兒子做祭師 第六節 那時以色列中 沒有亡 個人任意而行 所以我們看到 當 這個參孫 做祖師以後 被害 來身亡 那麼之後呢 在這個時候 又沒有立這個祖師 來領導神做些賢明 所以說 這裡說 第六節說 那時候 以色列中沒有亡 個人任意而行 那麼這裡就記載了這個 米家 他的母親 這裡說 以法蓮三 有一個人叫米家 他對他的母親說 你那一千一百色刻的銀子被人拿去 你因此來做祖 並且告訴了我 所以 因為那個 偷銀子的 就是他自己的孩子 就是他的自己的孩子 那麼當 這個 這個 偷銀子的時候 他知道這個母親 丟了 一千一百色顆粒的銀子 就來做祖祖 來做祖 來做祖 這個小偷 但是呢 他不知道說 這個銀子呢 是他的兒子來 偷走的 這個 不知道 這個銀子 是 他兒子 所偷竊的 所以他就做祖祖 這個小偷 這一千一百色顆粒的銀子 以現在來講 這個也是當時相當龐大的 一個 價錢 很多 很多 很具有的款項 就是很具有的款項 以現在來說 大概 一算公斤的話 大概十幾公斤 十幾公斤的銀子 所以也說是很大的 當時是很具有的這個款項 那麼他 他還不知道他兒子 後來他才知道說 兒子偷了 那因為兒子就將這些銀子 來歸還他的母親 那 他就說 兒子啊 願有法事物於你 怎麼一下子來做祖 一下子又來說 神會事物給你啊 這分明是 他自己就不明白道理 他不清楚 不明白道理 這樣看來他是 我們 從外表看他好像是 也很虔誠 他是銀子丟掉 被偷竊來作主 但是呢 他不知道 他知道他兒子偷了以後 他又馬上說 啊 神呢 會來祝福你 平常呢 就是 不了解道理啊 一下子 來作主 一下子 又來說 神會祝福你 然後有時候 我常常 把神就掛在 嘴邊的 就 也不明白這個真理 自己想做什麼 就做什麼 的意思 那他在這裡所做的已經 奉主的名祝福啊 又是違背說 第三屆啦 這個 十條罪病的第三屆 忘稱神的名啦 所以 今天我們也不能夠說 常常 用神為我們的工具 想去什麼行 都是說 神的意思什麼的 這個觀念就是 跟外邦人呢 一樣 不了解 對 在 這個 追求錢財 方面 就 跟外邦人一樣 來 懷疑啊 看重這個錢財 這樣子 所以 在 聖經裡頭 神也告訴我們 我們當 以自己的 為滿足就好 我們看一段聖經 在希伯來斯的十三章 第五節 希伯來斯十三章的第五節 這邊說 你們純心不可貪愛錢財 要以自己所有的為主 這裡告訴我們 我們不能夠純心貪愛錢財 以我們自己所有的為滿足就好 不要貪財啦 因為 聖經裡頭也記載說 貪財是萬惡之根啊 所以呢 就 要 所我們自己的本分就好 再來 我們說到說 在這個 錢財方面 的一個對子的認知 我們知道聖經裡頭 所記載的告訴我們的 我們是要能夠奉獻 十分之一的 在奉獻的觀念方面 但是呢 我們獲喜的認知是說 我們 堅得樂意的人 是神所喜愛的 只要我們堅得樂意 神就 高興 會 會 對我們 所堅的 他就 叫做我們是堅得樂意的 但是呢 問題是 我們有沒有按照我們的 所得 神所說的 所要求的 十分之一的 當 悅那的 十分之一當那的 是屬神的 所以我們就要很清楚喔 我們不只是說 隨便堅錢 那神就會 喜歡呢 我們來看 瑪拉基斯 瑪拉基斯的第三章 第八節 瑪拉基斯的三章 第八節 人 其可奪取神之物呢 你們竟奪取我的公物 你們卻說 我們在何事上 奪取你的公物呢 就是你們在 當那的 十分之一 和當獻的物上 這裡就是說 我們假設沒有 奉獻 的十分之一的話 就是 奪取神的公物 所以呢 第一句他想 人其可奪取神之物呢 這就是說 我們的奉獻 不是只是說 我們心裡高興 獻多少就是獻多少 一定要達到 這個十分之一的目標 有收入的 十分之一的目標 才是說 當那的 神才會喜悅 所以在奉獻的事 是這樣子 這裡告訴我很清楚 那麼 第十節 他就說了 萬金之耶和法說 你們要將大浪 當那的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倉庫 祖我家有良 以此是是我 是為你們藏開天上的窗戶 請負於你們 甚至無賜可容 這裡是 可以這樣來 在這方面 用這個方式 是是神 是不是他 真的是賞賜我們更多的福氣啊 他說會打開 藏開 打開天上的窗戶 用情到福氣的 給你們 甚至讓你們 無賜可容啊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這是我們 要當那的十分之一 不是只是說 我們樂意來捐獻多少 神就高興了 但是就是說 要有十分之一的目的 所以在歷代至上 二十九章十四節那邊 也有記在大衛所說的話 他說 因為萬事都是從你而來 從神而來 我們只是從 你而來的物 來獻給你而已 所以我們 很清楚嘛 這些我們所擁有的 都是神所賞賜給我們的 那麼我們只是說 從你而來 神賞賜給我們的這些事情 這些來奉獻上我們的十分之一而已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這是我們的本分 在奉獻方面 精彩方面 我們當 要有這種精神才對 再來第二點說 這個 我們看回來 看回來 四十句的 四十句十七章 這個米家的母親 另外一項 她不重視宗教教育 米家的母親不重視家庭的宗教教育 為什麼她會教育她 現在米家 偷了這個 自己的母親的錢 就跟沒有性子的人一樣 這個行為就是說 她沒有 跟沒有受宗教教育一樣 因為 她偷了母親的錢以後 當母親的 也沒有 為了 當母親的 就是自己遺失了這些龐大的財產 她才咒詐這個小偷 那麼 當這個米家 她 偷了錢以後 她被母親這樣咒詐 她就把銀儲歸還給母親 但是呢 她並沒有認罪 這個米家並沒有 我們沒有看出她 對神來認罪都沒有 那麼 這個母親呢 也沒有再 以這樣 在這方面 再一次的來教育 她這個孩子 也沒有 所以說 我們 還理辭氣壯的 隨便來 這個孩子呢 還理辭氣壯的 隨便 來反駁她的母親 就是說 為什麼來咒詐我啊 所以 就這樣 就 還有 這個是 她 再把這些錢 就還給她母親以後 那她呢 就再把這些銀子 本來這些銀子呢 就是要負獻的 但是呢 她再把 要奉獻給神的這些銀子呢 再扣留下來 你看 我們看 第四節 米家將銀子還給她母親 她母親 她母親將 兩百色顆粒的銀子 交給銀匠 去雕刻偶像 做成一個偶像 就這樣 又放到米家的屋內裡面去 並且呢 就在那樣 就說 再設一個神坦 再來 要 從那邊 又來設這個偶像 來敬拜這樣子 又交給銀匠 來做這個偶像 來敬拜 那麼 聖經裡頭 就好像 主耶穌在著被那些假冒為善的人說 你們這些百姓呢 用嘴唇來敬拜我 心切原理我 他們將人的吩咐當作道理來教導人 所以呢 敬拜我 也是偶然的 這是記載 馬太和音十五章的八節跟九節 所以說 我們知道 這些 都是等於這個 沒有這個真理 他都不曉得 沒有這個教育 好好的 這個宗教教育來教教導 我們的這個 這個 下一代 所以他 他也再來 說 受到外邦封屬的影響 因為當時 就 以色列當中 都沒有這個 往來帶領他們 所以個人 都已經 任意而行 變成說 做到 隨便去做一個偶像 又要來敬拜 又分派他一個兒子去做祭司 所以當中 當時候呢 就完全 沒有辦法 說 沒有遵守這個 神的典章律律 雕刻偶像 又犯了第二屆 隨意自己來雕刻偶像 那 那麼 再來 又 自己找一個人 來做祭司 來做獻祭的動作 你家的母親 不以神 為中心 以耶穫法 來為王 就在那邊 為所欲為 所以說他 因為 照偶像來代替神 就是 在當時 也是很嚴重的事情 因為他這裡 他說 他們是 在這邊 記載說 他們是 與法連山的 的人 也是屬在 那個彈枝派的 那後來呢 在於這個彈枝派當中 他們就做 做的 在 以色列在 分王 分裂的時候 分南北國 南北國的時候 就北國的 約勒普安為王 他也像這樣來 製造 伊之 鳥土 來給這些百姓 去祭拜 所以 當時呢 就引發成說 那 在這裡 這個 米家的母親 所做的 這個也是一個偶像 就在當時呢 就 也是同樣的 在那邊 影響 給 給他們的百姓 就去祭拜 就由一個家庭 一個人的信仰 影響到一個家庭 然後呢 再影響到整個社會 所以說 這個都是說 在我們當中 就等於說 都是 一個很 很嚴重的 一個 錯誤 所以在數世紀當中 我們就提 提這兩個 這個母親 一個是敬畏神的 殘聖的母親 他讓我們來 可以來學習 那麼另一個呢 就我們 當然就是 以你為戒啦 所以我們知道說 這個事情 我們最後來看 匯利比斯的第二章 匯利比斯第二章的十五節 十五節 說 使你們無可指責 誠實無為 在這灣區被瞄的世代 世代 這神無瑕齒的 你們顯現在這世代中 就好像光明來照耀 所以我們不要 不學習他們的那些錯誤 我們能夠活在這世代當中 來能夠榮耀神 就是我們今天晚上 所查考的 那麼現在我們來 唱贊名